伊朗总统莱希和外交部长阿卜杜拉西洋 称搭的直升机星期六下午在伊朗西北部山区紧急降落 伊朗官方新闻社星期一证实 莱希、阿卜杜拉西洋和机上其他乘客全数罹难 由于事发地区地势陡峭 搜救人员只能步行进入山区 加上夜间气温降至冰点 大雾弥漫还局部降雨 无一加大了搜救难度 直到星期一早晨 搜救队伍才抵达事发现场 画面可见机舱严重烧毁 残骸散落四周 据悉莱希的机队由三架直升机组成 事发当时正飞往大部里市 参加石化综合设施落成典礼 其他两架已安全飞抵目的地 63岁的莱希2021年当选总统 根据伊朗宪法 如果总统在任内去世 第一副总统将暂待职务 直到50天内举行总统选举 以哈廷火摇摇无期 正值中东局势动荡 伊朗未来走向如何 备受关注